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前总统马英九经出席深藏协会活动,指出他过去30年中有两度成为战时的深藏者,因此在台北市长任内努力打造无障碍生活环境,过程中有深藏者称赞马玉市长任内整平7楼,马文之立即解释强调是他与继任市长郝龙斌一起完成的,不要略美。 在信与绵绵中,马英九、民进党立委姚文志等人于上午出席台北市集随损商者协会在西门丁举办之2017国际深兴障碍者日活动,在活动中深藏者们不但大受鼓翼,更以国标舞展现活力与自信,博得贺彩。 马英九致辞表示,他目前虽不是深藏者,但过去30年中有两度成为战时的深藏者。 他解释,1975年时他又西开刀的主着拐杖,1989年则因在高速公路车祸断了右手,体会到许多人不能体会的生活,因此担任台北市长后,努力打造无障碍生活环境。 马英九指出,CRPD是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中华民国虽在1971年失去代表权而无法参加公约,但他们换个方式将公约变成国内法,将国内行政司法机关一样适用,也将国内各公约提升到国际水准并落实。 在马英九与各地深藏协会干部准备合照时,某位成员称赞台北市的7楼正评计划是在马市长任内完成。 马文之故,不得拍照,赶紧接过麦克风解释此计划是他任内开始,但在郝龙斌任内完成,他们一起完成的不要略美好不好。 姚文智则表示,他在高中大学时期是篮球校队成员,以前梦想当篮球选手,大学时脊椎严重损伤且裂开篮球梦碎,所以才去选立委,因此他特别能够理解,他在立院有提案要加强无障碍通行权,人本街道。 对于媒体提问有关行政院长赖清德掌照公的说之看法,马英九位表示意见,尽挥挥手微笑离去。